就不回来了 这新北市这位王先生的儿子小翔 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动患新手术之后呢 排斥紧急用人工心脏呢 为来维系生命 但是人工心脏一颗 要价一百九十万元呢 而且手术费呢相当的庞大 王爸爸想用名下土地捐款救儿子 来贷款来救儿子 不过妈妈呢不交出权状 还痛骂不孝 不得已告妈妈来还权状 博板桥地院判他呢胜诉 但小翔却是早一步走了 王妈妈哭断肠 心疼照片中的宝贝儿子 和他天人有格 小翔六岁时 罹患扩大性心肌病变 隔年等到心脏换新却排斥 几年来进出医院平凡 夫妻俩几乎花光钱 次子又出事奔波劳累 但一百年一月时 小翔严重排斥 等换新之前只能靠人工心脏 得花一百九十万 小翔爸爸名下有七笔土地持分权 多次要向小翔的祖母讨权撞去银行借钱 却没有回应 小翔的爸爸告小翔祖母讨地胜诉 但小翔却早一步走了 他骂我 他骂我 三四起 十八号出品还没给人家结算 去找他希望他拿出来让我赶快办贷款 或是给人家借钱有给人家的保证 也给人家借很多钱 他不拿出来竟然叫警察 他很无奈他回来哭了 他有说什么 无奈吧 母亲 怎么会这样的 来到小翔祖母家没人在 但开庭时强调 土地是借儿子的名字登记 不能给 王太太好难过 就算官司赢了 但他心中的心肝宝贝小翔 却还是离开人事 追新闻 陈家面戴修荣 新北市报道